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地方 是號稱新北市的花園 三隻 我最近聽說 這裡有一位中後山 不僅吃山吃海 還擅長自採自摘 讓我非常地好奇 前面剛好有一位 穿廚師的大哥 應該就是他了吧 請問你是阿雄山 對 你好 詹先生 你這樣說 抱歉 大山 大山在這裡 我們 我告訴你 是這樣 因為 因為我們來山去這裡錄影 人家說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其實這兩隻是不對的 靠中破山吃中破山就對了 要找三隻的東西就沒問題 那一顆柚子 一百多年了 那真的那麼高 一百多年了 不要說柚子 三隻的卜褲你看 十五斤 那什麼是十五斤 那是卜褲腰筋 對 太大了 我也沒看過那麼大的 太大了 整個卜褲長得像冬瓜一樣 你看 一日無事就小三仙 摸一個麻將 小三仙 還是小神仙 我吵吵吵的 我們是得到線報是這個樣子 說你這邊 你自己有竹林 有 我們這裡有九種竹 真的 九竹 那竹 是九種竹 不是九竹 真的九種竹 這位年輕人 九竹 換了竹跟竹不一樣 對 竹子的竹 這個其中一種 我真的有九種竹 九種 看 來看 我說這位阿通師很幽默 連九種文化村都可以拿來醬用 透過阿通師親自的介紹才知道 原來這裡是一個休閒農場 平常會開放來做生態教學 和田園體驗 整個農莊的竹林佔地 大概有六十個籃球場 那麼大 而在它的竹園當中 有一個號稱 正庄之寶的食材 阿通師很得意地說 要親自帶我去看看 這個是貴竹 這個是綠竹 我們今天是來採羊奶頭的 我們今天來竹林 這邊是採羊奶頭 對 採羊奶頭 野生的羊奶頭 在哪邊 在這邊 在那邊 大概過哪邊 有沒有覺得我們錄得很積極 有沒有 因為竹林大家都知道 這個時候文字特別多 所以我們積極地趕快把羊奶頭 都採出來 好不好 好 羊奶頭 這是羊奶頭 對 羊奶頭品種是有五六七種 但是像這個長的葉子 很久 為什麼有羊奶頭的雞湯 羊奶頭它不是吃它的葉子 吃它的根 它的意思就是 像羊的奶的頭 它叫羊奶頭 誰取的 這個以前的 這樣我也不知道 也是狗奶頭 也很像 沒有 沒有狗奶頭 對 狗奶頭也長的樣子 無奶頭不是這樣 羊奶比較像 比較像羊的奶 你看 羊的奶 羊妹妹的奶 這時候是羊奶頭 你有仔細看過羊的奶頭嗎 你有 長這樣子嗎 比較大 可是形狀是一樣嗎 對 現在是還沒有 真的嗎 形狀是滿像的 對 羊奶 對 羊奶 你也像變態 羊 你看它的奶頭幹嘛 擠奶 你有去擠奶是不是 我想說奇怪 你沒事看羊的奶 看什麼 它那個 成熟的時候可以吃 這個 羊奶這個可以吃 可以吃 很好吃 這就要拔起來了 先讓它 阿伯 你會動嗎 會 喔 你看 聞它的味道 真的 先聞它的味道 有沒有 這個味道很香 就是一個草根味 對 這是羊奶的味道 真的喔 羊奶頭的味道 羊奶頭的味道 就差不多要五根這樣 五根喔 我這邊剛好有五根 太好了 你有發現蚊子開始是過來的 而且是誇張的過來的 我們現在在竹林裡 為大家展示的 就是一名廚師對料理的熱情 為了填補每一個食客的肚皮 神仙世主 一邊餵飽蚊子 一邊挖食材 這樣的精神 實在令你們動融 阿通師說 就是這個羊奶頭入菜的料理 成為了它的招牌手入菜 對 這個筍是 我們三隻自己吃到的 那個筍 綠竹筍 這樣切得厚的 切得厚的味道才會跑出來 要好 好一點 不要太厚 這都灑好了 灑好了 你太薄的時候 它吃就不得味道 這很甜 甜 專長 這水準 你現在還有在半桌嗎 有 這個月跟下個月 差不多已經接100多桌了 100多桌 100多桌 這個 先撈出來 我像這樣就可以了 我就拔另外一邊吃 QQ 這樣就很好吃了 這中泊山這種伴族文化 真的是台灣獨有文化 真的 但是它永遠都不會 別的地方好像比較少看到 對不對 像台北越來越少 少去騎一下 他有請用人 這個哪種 那個是你兒子 對 就是我兒子 他現在專門 都是幫我交給他 他現在辦桌邊 你在辦 爹地 這是我兒子 你要嗎 好 那旁邊是誰 你孫子 這個孫子 有沒有像 我給你 給張姆士 你要比怎樣 剛才說我張姆士 我要比這樣 他現在還小了 對 還小了 還小了 他不知道以後 他要開始辦桌的時候 你就知道什麼叫辛苦了 這個要先放下去 再要 羊奶子就先放下去了 這個是 最少 這個是誰 這是我媳婦 媳婦 我關在兒子的老婆 媳婦 你們家的人都有習慣 怎麼都出來上鏡頭 對啊 要嗎 就是兒子出來 孫子也出來 姐姐 妹妹 再等一下上鏡頭 看待會兒要準備什麼 他們也會上來吧 我想 關菜 不然你每次在找 怎麼有人又不一樣 怎麼有人又不一樣 像這個雞肉好了對不對 對不對 這筍子就要一直放下去 要滾多久 這個最少要 滾差不多四小時 所以現在就讓他煮了 好 我們煮下一道 好 下一道 這邊下一道就是地瓜酥 聽說地瓜酥是你的名菜 張牌菜 這就是中泡塞厲害的地方 善用時間做料理 左手燉雞湯 右手做點心 重點 是道道都是功夫菜 話說起來 這個羊奶頭一煮湯 就有一種熟悉的香味 會讓我們很好奇他的味道 這片這樣 我們下去蒸 這麼大片 不是 這樣 太小的味道不舒服 這樣 這樣 對 因為這個蒸 它這顏色要白的 就要白色一起蒸 紅色一起蒸 所以我要放另外一個 我不能放一起 現在放在這邊 先放 待會兒再把它分開來 現在蒸出來就是這樣 這是蒸好了是不是 蒸好了 黃的是黃的 紅的是紅的 這個都可以吃了 好 真的 大家吃看看沒問題 帶什麼 我誤會你了 你以為他要扣除了 我剛剛這樣是不是太過分 對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我真的對不起 以我的小人之心 顧你的啤酒之度 不好意思 要不要先吃看看 真的 你不夠 我要放這裡 有的 我今天做一百多斤了 快點 真的一百多斤了 來 來 就比較散 比較鬆 它比較鬆就比較甜 就比較甜 你看有沒有吃 地瓜那種鬆的 真的 這個 沒有 好煩喔 這個 這是 我媽的 這是 你這樣就對了 山姿這餅的嗎 對 這樣嗎 山姿的 他現在就吃了 兩個加起來很好吃耶 對啊 你有兩個加起來嗎 現在就兩個 狗一個這個一直吃進去 你有嗎 有 你再剩一下 好 算了 我來幫你 我認識袋 你怎麼在那袋呢 看 兩個才很好吃耶 兩個才吃 等一下炸出來 你們才知道 真的 一半一半嗎 一半一半 這樣 不要太大顆 這個一半 你看 擠下去的時候 一個洞 這個 還爆了嗎 豆沙 才有口感比較好 我媽 你這很認真耶 對啊 這樣會太多嗎 不會 這樣會嗎 對 要用它在這裡 這樣 練一下這個 這樣可以嗎 對 你練一下 這樣 漂亮 放在這裡 對 現在這樣不好 這樣是一段落了 這是幹什麼 這是要 那些地瓜酥裹在 我怎麼還要這樣裹麵包 對 你看這個是蛋 跟蛋黃 把它 這是功夫菜 功夫菜 我本來想這樣吃而已 我 抓下去 先抓兩三個 給它 現在均勻了 過三關 過三關 均勻了 然後 抓起來 放在這邊 其實最難的是炸 對 對 火火最重要 對 因為你是吐司麵包 吐司麵包尤其難 這個捏這個也不能用 對 輕輕地握起來就好 料理是一件非常需要 邏輯思考的工作 你從一名廚師 料理搭配的步驟 就可以大概知道 他對食材了解的程度 透過阿聰士一家人 熟練的分工合作 我相信這道地瓜酥 害不得了 這個差不多要五 六分熱這樣 大概是120度 這樣就可以了 正好丟下去有冒泡泡 對 沒有冒泡泡 你趕快趕快勾起來 不就散了 對 如果說它的油溫低 它的放進去的時候 會散掉 它的蛋還沒有受熱凝固 它就咬不住這個麵包 所以它就會散掉 不會散掉 好 如果油溫過高的時候 它放進去的時候 外面的麵包很容易就黑掉 黑掉 裡面還沒有熟 還好是它裡面其實是熟的 對 但是沒有熱也不行 但如果你炸到金黃色 它外面是酥的 裡面是軟軟 很好 真的 但是我們進來 還有一個重點是 如果你擔心說這樣子會焦掉 你把火關小了 它就會吃油 對 你還不能吃油 所以它這個東西難度就在這邊 知道 吃 你吃油下去都太油嫌了 對啊 就解釋了你這 我說這山姿放山雞的小日子 肯定過得不錯 所以這麼的活力充沛 這裡再一次來跟大家 簡單說明油溫火頭的問題 注意 這裡的地瓜酥 外面裹著可是吐司 所以溫度最好差不多 是在120度左右 就是大概把筷子放進去冒泡的溫度 抓對正確的溫度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這種東西沒有熱的事情 吃不出它的那個 那個爽口的地方在哪邊 對 對不對 要稍微煮油 你看喔 你看喔 沒有油喔 你很厚耶 不然這個 這個如果拌桌吃到這個菜會很開心 真的 打從心裡面覺得開心 好好吃喔 它一點都不油膩 然後 剛剛我們有吃過這個 對 是冷的 對不對 冷的時候那個香氣還沒有那麼足 味道又 它現在是熱的 然後包括裡面那個 這個紅豆的 對 這一點點 就會提升它的甜度 對 那個地瓜本身一個鬆 對 然後一個是甜的 那你那個 這個紅豆 它是完全跟地瓜走不同甜的路數 完全沒有加什麼 都不要加什麼 果然不出我所料 吐司丁加蛋下去炸的外皮 是又香又酥 裡面的餡料更是一絕 使用兩種不同品種的地瓜 復補甜度之外 最後的紅豆泥 完全是畫龍點睛高手 好不好 你的湯跟地瓜酥 都算大菜 對啊 所以那個 給我 我們這個西米校園 帶了兩隻這麼小的龍蝦來 有沒有辦法做成大菜 你這是那個 品種不同 品種不同 這個比較好 所以就這樣 兩隻 你要做一個大菜出來 你怎麼處理 銅盤 我有一個銅盤 這樣嗎 銅盤 聽起來滿厲害 銅盤三杯龍蝦 對啊 這就沒人吃過 我們可以加透抽嗎 你敢有透抽 透抽油 對 我要透抽 不要說透抽 不要透抽 中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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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捲比較厲害 對 透抽就比較 我們都要 你們中博師叫我講透抽 我們日本人也說中捲 透抽 對 透抽就比較俗氣 但中捲 比較好厲害 中捲 好不好 這次特地來到山芝 尋找民間高手 光是一到地瓜酥 就讓我為之驚豔 而且既然要以食會有 我們也不小細 專程跑去康媽町 帶回了兩隻龍蝦 阿通師果然是吃山吃海 提出三杯龍蝦中捲的創新作法 實在是令人期待 首先將龍蝦分段裹粉入鍋 炸熟備用 中捲也稍微炸過之後 再開始炒三杯 最後把龍蝦跟中捲一起拌炒 美味上桌 那個香氣會逼死人 龍蝦這一個 湯待會兒喝 對 反正這個冷 這個會保溫嗎 對 這個啦 這個 這個要趁熱吃 龍蝦 三杯龍蝦中捲 龍蝦做三杯 也是第一次吃的 第一次看到 龍蝦本來就是 其實在中餐裡面 龍蝦在烹調的時候 過油的時候 它就為它的鮮度會鎖住 對 所以你要加一些粉下去 它不會縮到很厲害 只要火候用的好 是不是 對 不可以吃飲 對 吃都吃 Q喔 味道就是 對嘛 對嘛 換一下口味 換一下方式 用銅盤衝出來就好 我們現在要吃 中捲 中捲 不能講透抽 要講中捲 對 不然還被人家說沒嘴醋 還是可以但是 不要 我就是講中捲 因為每次講中捲 都沒有人聽得懂 對 我最喜歡吃這一塊 對 有那個 有兩邊的 比較Q 對 比較粗 比較Q 對 就是這個比較好吃 這樣有搭 有搭 我真的必須說 中厚實在是真的滿厲害的 對 你說 他這樣 平常 煮個五六十桌 都可以煮到大家吃都覺得好吃 對啊 更何況你今天 就煮這麼一桌 對 六十桌真的也是照樣這樣煮 對啊 這道三杯龍蝦中捲 吃得我可是甘拜下風 龍蝦的美味 就在於它的肉質Q彈 為了保持這個迷人的口感 清蒸是比較常見的作法 但是 阿通吃果粉大火油炸 反而提升了龍蝦的Q度 搭配中捲的口感 兩者互相搭配 讓人吃得不會覺得無聊 好吃 好吃嗎 不好吃 但是你等一下還沒有喝到這個湯 哪裡 這個湯你真的 這個湯 你是在講你的 湯 羊奶頭的湯 這是招牌菜 招牌菜 那這樣好不好 我還沒喝 你還沒喝 你告訴我說 這道菜要怎麼品嘗它 它的 要喝它的什麼 羊奶的香味 羊奶頭的香味 還有酒有沒有 米香還有紅豆菇 要配合這樣才很搭 你就沒有紅棗跟果子 它就 你先聞聞它 真的它的味道 有 我一直有聞到一個 類似像椰子的味道 就是羊奶頭 對 那個是羊奶頭 那就是羊奶頭 你剛剛在煮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 上面不是有很多佐料嗎 對啊 我就在講說那個椰子粉 還是椰奶在哪裡 沒有 那就是羊奶頭的味道 羊奶頭的味道 跟椰子的味道很像 對 你喝看看就知道了 吃蛋 有耶 它有一個 一個油脂香 對 但很奇怪 它是樹梗 樹梗 對啊 它應該沒有那個油脂味 那個油脂的香味很重要 它就是很清淡 很清淡的 味道 它有沒有椰子味 但它喝起來有點像 椰子油的味道 對啊 但是沒有那麼濃 你不要想到那麼濃 但它就是有一個椰子的香味 我們來我們這邊的客人 羊奶頭頓雞跟地瓜豬 它每桌一定有甜的 來就是最 最一開始講說羊奶頭 燉雞還有地瓜豬 這個羊奶頭 以前都沒有人發現過 晚上遍也都是 但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人生的很少 怎麼說 沒肉是有肉味 沒有 這就沒油膩有油膩的味 對啊 好吃 好吃 它有羊奶味道 但又竹筍下去配 感覺很搭 從跟阿通師見面開始 我們期待了一整集 終於見識 中破山的正裝之寶 想不到羊奶頭明煙之處 是隱藏在其中 微微的油脂香氣 不同於機油的香氣 讓整鍋湯喝起來 有一種清爽感 無論是海鮮還是山產 阿通師都能夠輕鬆駕馭 所以我一開始才說 靠中破山吃中破山 這次的山枝 有趣而且值得 這次的山枝